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康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上任之後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但非建制派議員無所不用其極 阻言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議案 林鄭月娥說 為趕及一地兩檢如期落實 不排除會同步啟動三步走的立法工作 受到非建制派的議員不斷拖延 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 只要議事規則他們找到任何的工具 他們都會用來拖延這個辯論 華法會的非建制議員 再用這種手段來拖延一地兩檢動議的辯論 我不排除我們可能需要同步啟動三步走 好 回到這個啤梨漫步 首先預言今天都會說多少呢 平時以前只有收到環節才能聽到的網台是非 當然有很多網絡是非我跟大家說 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對 你完全不知道 對 你就是要暗咎 首先先說昨天的昨晚 不知道你有沒有說到的 就是朱凱迪和泛民 其實主要是朱凱迪一個人 突襲這個議會 成功 阻止這個建制的修改 不是 阻止了這個復會 原本想著談完這個叫做銀行業收訂條例草案 就會開始討論這個 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議案 先從上個星期開始說 其實上個星期我已經說了 是 你的泛民是想到一些新的計劃 但你要想想一件事 其實這個世界經濟學也有說這個概念 有一些東西 是不會你無端端想得出來 是可以驚天地入鬼神的 如果這件事之前沒有人想到 通常都是兩個 當然有例外 一就是代價太大 所以就做不到 二就是人家一早已經想到的方法 可以將損害減到最低 上個星期就是我們說 這個泛民就冷靜 會推出這個34項的議事規則的修訂案 就想著直接提交大會 不經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想著癱瘓這個議會 然後就可以令到建制派 就可以不能夠將他們想修訂的議事規則 就放上大會討論 有關的行政程序上個星期也說過 那時候我還記得上個星期 那些法民寬天起地 即是民主黨還要推出特集成功 很厲害 今個星期梁君已經說明了 就是要推回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做 然後謝偉俊已經說了 不要緊 我不停加會 不停開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 開到所有的議事規則討論 我們才算數 你的特集成功去了哪裏 你那些民主黨的Facebook page 我都說了現在跟哥培爾沒有分別 反黑為白 把很小的東西發到很大 覺得自己好像成功了很多 梁君彥現在就是出彈攻守 彈回你的議事規則 那怎樣叫特集成功呢 你又有特集 不過是失敗 我很討厭這些泛民 其實比建制派更差 建制派早收衫入封 爭取就扮成功 他們簡直都未成功 特集就當成功 失敗就不認數 真是無恥 這次朱凱迪有特集議會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概念 話說立法會有一讀二讀三讀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一讀 立法會一讀就是第一次宣讀出來 宣讀完就叫一讀 接著就會有二讀 辯論完結就會有終止二讀 接著就會回到內會 看看需要不需要開一些 一些相關的委員會小組 去繼續審議這個條例 或者提出一些修訂建議 然後就會再放上三讀辯論 原本這個立法會大會 就是昨天 就打算重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前面只是低行的 就叫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他們原先就打算終止了二讀辯論 應該接下來就會討論一讀兩檢的議案 誰知處理終止二讀辯論的時候 朱凱迪就引用了議事規則條例的第五十四條 就說不要將它放回內會 直接恢復這個二讀討論 其實看過一些新聞 這條條例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有些很急要通過的法例 如果你又要扔回內會 又要審一段時間就免得失事 如果是一些很急速要制定好的 我們就要扔回內會的方法 直接去議會做恢復二讀 然後就可以進行三讀 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會發覺立法會的條例 其實原本是用來加快一些緊急條例的宣讀 現在朱凱迪就用來拉布 因為你只要這個銀行業條例的宣讀 繼續進行二讀辯論 就不會有一帝兩檢的議案 當然我也是會給少少掌聲 少少掌聲 因為起碼都拖了就拖了 拖了就叫拖 的確是落了政府面 然後政府的確是氣急敗壞 你要看李慧琴那些 你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吻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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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出來又說 這些我們不會否定 我從來都說 你泛民做到事 而且朱凱迪也不算泛民 其實某程度上他都是自決派的所謂 你做到事我不會論識我的掌聲 但是我的掌聲大小 都要因應你做到什麼而定 剛才林康正問得好 我們拖延了多久呢 為了要將這個議案恢復二讀辯論 這就是一個辯論 這個辯論每個議員只可以發言15分鐘 當你所有的立法會議員都每人用盡15分鐘 當然只是發文 外建制派當然不出聲 再加上點人數等等 我想拖延了一兩天都應該不難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說的拉布 你要拘捕死議案才有用 你拘捕到人生氣 我也覺得是好事 但你們有沒有進一步抗爭的策略 你是不是會好像上次說 如果我們34條修正案拿到上大會討論 我們就拘捕到三月 你真的這麼有種做 我真的覺得這些泛民就要讚賞 你現在不是 反而回到議事規則委員會有甚麼招 那朱海迪出了第二招也好 但你可以拖延到多久 拖延到一兩天 如果拖延到你所有的發言都用完了 那你接下來又會怎樣做呢 你也是打一天和尚 死一天齋了 當然你可能有想到第二第三招 我都會用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我自己覺得另外一件很沮喪的就是 現在泛民全面開戰為了甚麼呢 其實都只是為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一地兩檢議案 即使這個一地兩檢議案通過了 其實都沒有代表甚麼 說來說去都是林鄭借著這個議案 就說我們政府已經有認受性了 我們的議會都通過了一個 促請我們要落實這個一地兩檢的議案 但對於實際上的操作其實都沒有甚麼影響 那我就不是要罵泛民其實這個 所以我放在第一次 那只不過就是 他們是努力去嘗試做些事情 那我是不會論息我的上升 但我的上升也是很小的 因為仍然都是好 那你現在被人彈了一招 那現在用第二招 但這招一看其實都不會拖得很久的 那你還有沒有第三招、第四招呢 而反過來我當然要恥笑的就是建制派 你這麼生氣做甚麼 哎呀發爛了 其實梁君彥怎會批 為甚麼他不硬來 因為他計算那條數都不會拖得太久 都可以在他控制的時間內去繼續 始終醜婦都充需見家用 都是會見到這個一地兩檢的 沒有約束來議案進行表決的 那就是批准你 那些人吵甚麼呢 建制派你是要反擊的 你便想一些方法搞夠泛民 譬如你建議那些收過議事規則 便更加辣 激怒他 我一直看到楊岳橋那些 那時候中間有個插曲 就說周豪鼎提出反對 就是反應 然後被楊岳橋笑他 這裏不是法庭 不需要反應 你想想你真的折躲這些建制派 你給一個懶又不開會 他又不表決的議員 你笑你無能 當然建制派對比人少的 尤其是垃圾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其實都是一些 我覺得值得做的 起碼不是以前那樣 每個人都很憤怒 今天又是民主最黑暗的日子 但一來你做的時間就太遲了 這些應該由你九月開始當選就開始做 不是現在燒到埋身 現在是事會功半 不是說事會功半 現在的棺材都著火了 你才想著要流眼淚是否遲了 而且現在你死鬥爛鬥 那就是無約束力以外 如果你將這些精力 將這些東西 在一開始 梁君現選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已經做的話 整個大局就不同了 好了 說完這一宗 另外我想說的一宗 沒有圖片的 不過是一宗網絡發生 那網絡就說 我不知道兩天都不知道 你說到很大件事 當然是很大件事 好了 話說是什麼事呢 這宗我值得一說 話說有一個叫 不 應該先說一下劍吾 劍吾其實 我是因為一些身份上的問題 商台的劍吾 我就不想評論他的事情 當然有些人就說 你打龍通嗎 其實我是完全不同的 老死不相往來 不過這件事牽涉到很關心的泛民 所以我無論如何都要去說一下 話說劍吾 你知道誰是劍吾 KOL有劍吾 他就乘搭車輛 經過一個地方 我忘了給你一幅圖 就有一個建制派的標誌 一個就是工黨的區議員 這個默德正的標誌 一個就是說一地兩檢 破壞法治 一個就是反對這個急政室收費 然後劍吾就寫了一段很感嘆地說 你看看 如果我是一般市民 看到這兩個標誌 你猜我一個推的居民 我會投哪一個一票 一地兩檢 那些離開地 關我什麼事 還有那個監獄 黑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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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當然是大忌 他寫了這篇文 然後默德正 我上網搜尋才知道原來他是什麼人 起初我以為他是另一個左膠麥振凡 跟你一樣 令林康正還以為我講上個星期的那宗Mr.Wall 今晚的煉獄世界都會講的 Mr.Wall自己說是有一個左膠麥振凡 他以為是默德正 他不是左膠麥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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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晚聽煉獄什麼 煉獄輪行 今晚聽煉獄世界就知道 左膠麥振凡 我會告訴他這個人都出名的 你不知道 我只可以說 你其實是因為太好人 人家搞你這麼多禍 你連人什麼水都不知道 那就隨便他 我再說回 其實現在不是說麥振凡 而是麥德正 或者麥振凡 我也是上網查才知道 因為他在Facebook只有四百多個贊 這個麥振凡 德國的德正義的證 就是一個工黨區議員 他其實在Wiki 我想這個人很想出名 因為上網查WikiPedia 很詳細的條目 2016年做過那些 我看最詳細的是 跟胡細澤 連上哪一分鐘 上哪一台做嘉賓 你猜這些通常是誰做的 當然是自己做的 你拿不清楚 有這麼多人 這麼詳細的 幾年幾月幾日做的 那些什麼 有一個報算給我 我最後沒有開 說在你到遺跌寫到 你很色色 有滾女 可能是你自己偷偷地射 我怎麼知道你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你自己偷偷地射 那些是能歪的 對 那先說到默德正 他就馬上再重複這個劍 他就說 我直接讀這句 他說 網絡紅人 劍不批評我這個 默德正工黨東區議員的橫額 我真的受寵若驚 然後他就說了很多 首先他就說 喂 其實 不搶 對 所以我選了一些 你現在是不是說 法治不要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會當選 我是民主派 我當然要擺明立場 就是要反對這個一對兩劍 我當然要覺得這個一對兩劍 是破壞建制 你猜反對急政策加價 我會不處理嗎 你猜我如果不處理 不關心這些事情 我會選到區議員嗎 我覺得客觀說 兩邊都是有不著的 但不要只是說設計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這條釘納真是好難肉算 我真的想說 真是好難肉算 我都不要說下面那行字 上面有一行紅色字 真的看不到 你要想想 你日後夜晚 是有一個設計上配色的問題 你要做好一點 這些事情 你不會說這些事情 當然我自己覺得 首先 他講回見聞 原來是有上過他的辦公室 訪問過默德證 所以他怎麼這麼冷靜 你幾年前訪問過我 不是認識 是訪問過我 你現在忘記了我是什麼 你就是逆招 因為你知道 不出名的人 其實最介紹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認識他 所以我通常 搞搞我那些人 都說我不認識你 因為事實上我也是不認識 但我知道 激怒那些人最好笑的方法 就是跟他說 我不認識你 因為他以為他很多人認識 但實際上其實沒有人認識 因為他不認識他 你說那些人通常 投誰說 就是投默德證 沒得說 他真的贏了 你真的不認識他 另外就是 你訪問過別人 你兩年又不記得他 兩年就不記得他 都慘了 我都覺得是慘的 但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不是想評論這件事非 我想說什麼差事 就是 你工黨 這個區議員默德證 既然你覺得 一地兩檢 這件問題 是會破壞法治 保衛法治是這麼重要的 我問了一件事 那你工黨做過什麼 去阻止一地兩檢 是不是只懂得開會 出席會議 然後被人強行通過之後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你覺得這件事這麼重要 說到別人說不重要 你就要誓死捍衛 你說民主派一定要盡責去做的 那你民主派做過什麼 你泛民做過什麼 你泛民有什麼抗爭的手法 會犧牲自己的什麼 是會阻止一地兩檢實行 我現在問清楚 你可以說 我們將來會做什麼 因為現在一地兩檢實還未正式實行 但問題就是 我已經看死你們 那些人 不就只有講字 其實我都不是看 那些標誌 誰掛什麼 他說要反對急政室 難道他又真的會反對成功嗎 這些標誌 其實都只有一個 區議員 其實實際上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經常都看區議員 譬如周偉雄那些 我看到報士期了 那你看到報士期了 你就只能站在旁邊 然後報警 然後通知屋宇處就可以做這麼多 你讓其他人熟悉的 只不過是那幾個電話 何況這兩個議題 其實都是立法會的層面 如果你說要夠貼地 即地區 如果你說是兩個都一樣 不是地區 那麼貼地區 我只是針對一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這麼重要 那你公檔做過什麼 原來公檔 最終只有講字 你的公檔最厲害 就是掛盒 這樣就收檔 那你泛民不是一樣 立法嗎 不過不是 他那時候晚上拍照 所以就不清楚 黑底八字都可以 不是 而且我都說過 那設計師 無緣無故弄過這個 二毛治做什麼 不過跟你說都沒有 沒有什麼美感概念 總之我覺得 你是可以說 既然是認不出你 那你會生氣 我覺得是對的 你說那個標誌是設計得差 都可以的 我覺得你說那個標誌 其實設計得很好的 那你再說回你的理據 就可以了 不過你就沒有說這一點 但是你說守衛這個法治 反對一對兩檢 是一個泛民議員的責任 我現在就問清楚 你公檔 甚至是整個泛民大臺 會做些什麼 去阻止這個一地兩檢 你現在搞來搞去 最後我也是看到結果 就是被政府強行通過 所以我現在都預先宣告 只要這個一地兩檢 通過一刻 我就證實你這個默德政 你那個公檔 全部都是司衛素餐的垃圾 只懂得口號的抗爭 實際上完全幫不了市民 到時候我就真的大調 你跟別人說 一票不投公檔 包括你這個拘魯默德政 其實你說我的地區工作做得好 那這個一回事 因為你說做一個議員 守護法治是你的本分 如果最後這個一地兩檢 是被政府強行通過了 你就沒有盡到你的本分 所以說就不要說到那麼高 如果你說我覺得 一件不是說這個設計是錯的 那我覺得可以 你說我其實覺得 我有做其他事情 你不要只以為我掛了這個盤子 都可以 但不是的 他講到什麼 他講到這個盤子 是這個議員 守護這個法治的本分 他說其實區議員 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包括要反對一對兩檢 我就看你反對成怎樣 然後你說很多左派會為弓劍 是 如果超市也講完這件事 但我講很久了 不怕 然後當然 其實當麥吉正出了這個帖之後 嘩 三百幾個讚 八十個分享 裡面的全部都是鼎鼎大名的左膠 譬如朱安 知不知道朱安 當然 吉正在下面留言 不是 分享 當中還有另一個主角 我也想說 就是俄羅憲 不過先說回 其實客觀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當了劍 就是本土派KOL 那他是KOL 他是KOL 但他是不是真的本土派 我真的覺得有點懷疑 因為我記得 他的立場 都算是比較中立 因為我印象很深地說過一句 他就說 民主黨其實真的要夾身 首先第一件事 他的電圖也經常請泛民議員 就是早前一、兩星期 之前請了張超雄 他哪裏是 即是那些本土派 你看他請的泛民立法會員 全部都是客氣氣的 不是擦他的 不是擦他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人 即是這些左膠 好像深仇大恨 嘩 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可以擦死建吾 之類 第二件事當然 就是 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當年建吾在節目裡說過這件事 所以說 那些人說我幫他說話 我為什麼要幫他說話 他很多的立場我都不同意 他說民主黨要改革成功 很久了 一、兩年前 他就說 我們要支持歐樂軒 做民主黨主席 民主黨才有革新的希望 你想想他把乳鴿推到多高 他怎麼會是一個本土派 至少不是仇視泛民的本土派 但這群人說 我都忍耐這個劍不久了 整天都行民水式 什麼什麼 這條垃圾 搞我們搞這條路 當然 我又不會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你就會看到 為什麼網絡有很多人 就爭對左膠 就是因為 其實說真的 就是我們唯威 有個人被人搞 我們就要同仇 的確搞他 即使這條路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從事政治 你真的想向這個發展 你一刻刻刻刻和劍不說 就行了 你就跟他說 其實你誤會了 我是有其他做的 但你看看這一篇 其實那些語氣 真的非常之惡劣 我的語氣 一直都很惡劣 我惡劣沒有問題 我沒有想著選 我不需要黑票 不是 你現在這樣去搞 建武 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你是從政的話 你聰明一點的話 你不應該用一些金目的 不過這些是他的選擇 我也算了 我只不過說 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多左膠 就瘋狂攻擊他 但是我最想說 其中一條秋水狼 就是這個歐六軒 這個歐六軒說 我經常都追擊他 其實最近都沒有 因為其實都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他離開了民主黨 不是 他離開了民主黨之前 我也沒有什麼好說 這個人已經沒有了影響力 那時候我這麼追擊他 就是因為這個人 經常都騙了媒體的曝光 不要緊 這個也不是重點 然後他寫了一篇文 他說什麼呢 這個歐六軒說 就是 建X 你憑什麼說人家是反退派書 人家打回西灣河的議席 是真的有做事的自己一套 連我這個區外人都知道 都不敢說 我知道他怎樣怎樣 你知道 虛心一點問一下區內人 其實這些也沒有問題 這些是態度問題 他說的話我沒得錯 真正的關係 他說 做傳媒人做到你這樣 他要問到外面得罪人 回去玩單機 發神經 這個我就真的呆了 說玩媒體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做 兒子教爸爸 是 喂 別人是媒體KOL 你說別人回去玩單機 玩單機 那當然是你歐六軒 就是經常得罪人 而且很傻地得罪人 不過這個最好笑的就是 由歐樂軒去教建 如何做媒體人 這個真是笑死我 我就不是說當中的事 很多人以為 我就是要罵默德正 其實不是 我覺得這件事默德正 是有些事情不對 不過都不是錯得了 建也都不是對 有些事情 我覺得他有問題 但好笑的地方 就是 你默德正說到 守護法治這麼高 但你工黨什麼差都做不到 你這個歐樂軒 這件事默德正說得罪人 是不適合做媒體 但別人在媒體的曝光 和別人媒體的成功 是多了你幾百倍 然後當然 你跟我說你懂不懂做媒體 歐樂軒當然是最好的例子 你記不記得當年 這個青年新政 上去這個新聞節目的時候 歐樂軒在一個WhatsApp Group 和林樂志 林樂志 即是現在正在吃 於品海條水的垃圾乳鴿 再加上李偉峰 即是在大角咀附近的社區主任 又是輸了 輸了那個 說什麼 他說青年新政會 上去和我對焦 說什麼 歐樂軒就說 最好就是叫他們 派免費的141指南 誰會玩媒體 肯定不是你歐樂軒 這件事還被蘋果報 歐樂軒 嘲諷青年新政 要在街上派免費141指南 此笑未農 而且還在死賊 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四月的時候 發生了 七月的時候才說 肯定是政治迫害 你又為什麼很政治迫害 不過當然 我相信這件事是在他生命中 是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傷害 因為 其實這些是人人說的 我現在就說明這些是陰謀論 但我是有我自己的可信度 就是當時歐樂軒 就是其中一個出選港島的候選人 就是因為爆了這件141事件 他就真的是141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還叫劉勇141 他就真的是141事件 就在WhatsApp群裡 嘲諷恥笑青年新政 說他們在那些舊區派傳單 然後就笑別人 那你不如派141傳單吧 這樣說也可以 我經常說 那些左膠經常說自己普世大外 全部都是歧視女性的 全部都是父權主義的 覺得你派141 你由韋晶派141 我就恥笑到你 這些是什麼格調的人 就是因為這件事 搞得歐樂軒做不到 港島的選區候選人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發覺他這一輩子 都不可以在民主黨出頭 所以就要退黨 所以其實這件事 毛代堂爆出來 爆得好 就是清除了一件 乳甲的乳血 不是他在白甲黨的乳血 是在香港的乳血 幸好就是趕走這條垃圾 想不到 當然你現在沒有性影響力 就真的抽回劍水 我就提醒他 其實當年建議不是很看得起你的 就是如果這個白甲黨 要靠身就要靠找歐樂軒做主席 當時我一直都懶得發聲 因為懶得吵架 我現在就說 你現在既然不懂得看別人 你看了那些人 你便看了那些人 你便看了那些人 然後這個歐樂軒 教別人怎樣玩媒體 你自己怎樣玩媒體 你記得當時香港電視集會 叫人集體討論 其他人的Facebook群 然後你現在搞那些141的 免費指南 渣市的青年新政 你便最懂得玩媒體 下一次再說 各位MIHE觀眾 大家好 我是Alan 很高興回來和大家再次見面 每個投資的背後 可能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 部分故事講到精彩著論 不過可能是請君入翁的編局 但部分故事看起來平平無奇 不過當中可能穩陷著不錯的投資機遇 在全新出節目《拆股王》裏面 我就會為大家拆解這些大大小小 各種類型的故事 看看當中有沒有機遇 有沒有值得投資的地方 記住全新一輯《拆股王》 很快和大家見面了 找不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周全保障 又想為未來買個安心 瑞治亞洲可以幫你解決所有的煩惱 瑞治亞洲專營各類型的醫療 危疾保險等等的業務 也是少數會提供專業責任 和醫療責任保險方案的經紀公司 無論酒樓、餐廳或是工程的綜合保險 甚至是辦公室或商店的財物保險 我們都會全面地照顧你們的需要 如果你們在保險上有任何問題 可以打來這個電話和這個電郵去查詢 瑞治亞洲 關懷保障連繫你一身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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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